这个丈夫正在殴打自己的妻子 一巴掌 又一巴掌 暴力又愤怒 可你要是知道这个女人做了什么 会直呼 打得好 莉莉是大雷的第二任妻子 前任就因为被她扇了一巴掌 选择了离婚 大雷是个设计公司的老总 长相帅气 事业有成 莉莉和她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大雷当时正被朋友胖子介绍的对象纠缠 一个转身撞上了莉莉 浓妆淡抹 身材纤细 棕色头发 正好是她的理想心 可莉莉却误会她在和女友吵架 气愤的转身就走 第二天 两人在超市里又遇上 遗言会上不同 莉莉披着头发 一身牛仔装扮 显得更年轻又活力 两人互相道歉相互解释 然后相约去了一家咖啡店聊天 莉莉说自己本来在纽约一家公司当副总 因为受不了上次的骚扰 最终不得已离开纽约来这里打拼 莉莉看上去楚楚可怜 但又十分坚强 这个女人深深吸引了大雷 情场高手大雷迅速对莉莉展开了追求公式 事情发展也很顺利 第三次见面 他们就确立了关系 这是莉莉一边流泪一边说 自己从小爹不疼娘不爱 母亲还经常打她 所以她很早就离开了家 努力赚钱 又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 觉得那些喜欢她的男人 都只是喜欢她的外貌 大雷觉得莉莉对她敞开了内心 瞬间想要保护这个可怜的女人 于是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婚礼上莉莉只请了两个朋友 把他们晾在了一边 自己却跟大雷的朋友 玩得欢快 这时莉莉的衣服 不小心被大雷的律师拉了下来 露出了肩膀上的衣青 莉莉和大雷相互吸引 很快就结婚 还剩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生活平静而又美好 但是大雷越来越觉得不对 这已经是老婆莉莉第二次被认成嘻嘻了 又得知工作伙伴跟莉莉是校友 聊了一些全校皆知的事情 和大家莉莉却什么都不知道 他怀疑莉是隐瞒了什么 于是找律师好友发牢骚 律师让他好好调查莉莉 于是大雷接着出差 去到了莉莉老家 在修车场遇到了一个拉里拉他的男人 看到大雷递给他的照片 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 很明显他跟莉莉很熟 大雷又找到了莉莉的父母 老人亲切又热情 完全不像莉莉说的那样 于是就把他们接回了家里 莉莉回家后慌乱不已 只能悄言幻想 等父母走后 故作生气的求大雷原谅 称自己撒谎是因为太自卑了 怕大雷看不起他 在很早之前 自己就对大雷一见钟情 并保证自己不会再骗他了 大雷心软 就这样原谅了莉莉 很快莉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她的身材依旧保持脚好 谈话中朋友都说 这孩子跟大雷长得不太像 大雷心里不是滋味 又找律师朋友喝酒发牢骚 律师跟上一次态度完全不同 宣他要相信妻子 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大雷彻底爆发了 老婆在家经常跟一个家代比的人通电话 说是舞蹈课上的老师 声音温柔 有说有笑 公司里新来的员工 是莉莉婚礼上的朋友 可朋友其实是莉莉雇来的 公司收到一张莉莉的账单 每周三她都会去一趟雄鸡酒店 大雷又在莉莉的包里 翻到了雄鸡酒店的牙签 她这才意识到老婆出轨了 大雷气急败坏地回到家 长得美的女人最危险 大雷又被戴了绿帽子 她气急败坏地回到家质问妻子 莉莉并不反驳 反而言语刺激 说自己结婚之前就有了其他男人 身上的瘀青就是那样来的 而且出口的对象就是大雷认识的人 连孩子也不一定是大雷的 大雷实在是忍不了了 就打了她几巴掌 但也很快忍着怒火跑了出去 等大雷再次回到家时 就被警察抓了起来 是莉莉叫人来的 罪名是家暴所患精神疾病 而莉莉则一脸伤地出现在她眼前 之后莉莉又拿出了很多她受伤的照片 呼唤大雷一直对她实施暴力 还有所谓的舞蹈课老师戴笔 经常打莉莉 好友胖子也如实回答 在婚礼上看到过莉莉肩上有郁青 还说了大雷打前妻耳光的事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大雷 大雷想起每周三胖子都会去打高尔夫球 以为胖子就是给自己戴帽子的人 然而胖子却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在打球 大雷情绪崩溃极力争辩着 一切都是莉莉操控的 原来莉莉是故意 让大雷以为自己劈腿的对象是胖子 好让法官认为她得了妄想症 然后把她关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自己就有时间转移所有的财产 这是律师的妻子来看大雷 推测律师才是莉莉的劈腿对象 因为律师最近在瑞士买了一栋别墅 但是以她那点工资 连首付都不够 大雷恍然大悟 自今每次跟律师讲关于莉莉的事 她都能给出自己最满意的建议 所以几乎没有怀疑过她 大雷决定反击 前日让律师老婆打电话给莉莉 说他们的计划有漏洞 引诱莉莉来精神病院看大雷 大雷拍了拍室友的大腿 让她去吸引看护的注意 自己在把莉莉拉到树后 活活掐死了她 这就是他们计划的漏洞 因为有精神疾病的人 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女人最终自持恶果